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这些提议是由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在内的一个工作组宣布的 将迫使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 除非他们向监管者披露审计情况 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对企业家提出了增强爱国情怀 勇于创新 诚信手法 承担社会责任 拓展国际事业等五点希望 他指出 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 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就要在爱国 创新 诚信 社会责任和国际事业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 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增强了市场主体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 为企业家群体在新时代乘风破浪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TikTok和微信禁令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8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TikTok正计划起诉特朗普政府 NPR援引一位直接参与这起即将到来的诉讼 但未被授权代表该公司发言的人士透露 TikTok最快将于11日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联邦诉讼 该人士表示 这起诉讼将提交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因为TikTok的美国业务总部就在那里 此外 NPR获悉 诉讼将认为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违反宪法 因为这没有给该公司一个回应的机会 据消息人士表示 TikTok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这项行政命令中所援引的国家安全理由是毫无根据的 这完全是基于猜测和议测 上述消息人士强调 特朗普行政令并没有基于任何事实调查结果 对此 NPR称 白宫拒绝就该起诉讼发表相关评论 特朗普6日签署行政令 称手机移动应用程序TikTok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企业或个人 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 或与腾讯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与微信有关的交易 美国政府简单粗暴的做法 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视为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字节跳动同日也发表声明 表示欲寻求法律途径反抗美国政府的无理做法 字节跳动在声明中说 美国总统最新颁发的行政命令 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 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声明认为 该项命令开了一个有违表达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危险先例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公正的对待 字节跳动将诉诸美国法院 据CORTS7日报道 特朗普盯上微信和腾讯 或将在美国游戏业产生连锁反应 近年来 腾讯加大了对游戏公司的投资 目前拥有英雄联盟开发商Riot Games100%的股权 堡垒之业开发商Epic Games40%的股权 以及使命召唤开发商 动视暴雪5%的股权 有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一半的游戏产业或将受到影响 尽管一名白宫官员曾告诉洛杉矶时报 腾讯持股的游戏公司 不会受到上述行政命令的影响 但由于缺乏清晰说明 仍有许多问题等待解答 例如除了游戏 腾讯还持有其他美国大公司的股份 包括Snap12%的股份 特拉斯5%的股份 还投资了Reddit1.5亿美元 NBA去年还与腾讯签署了一份价值约15亿美元 为期五年的内容共享协议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行政令 是否以及会如何将美国公司现有股份排除在外 此外腾讯的数字支付服务 微信服务也可能受到波及 近年来 微信支付一直在积极扩大美国业务 主要是为了服务中国游客 由于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跨境交流 主要是在微信上进行 这方面也很可能会受到干扰 另外 也不能排除上述行政令 进一步要求谷歌和苹果应用商店 在美国下架微信的可能性 特朗普此举也在美国国内 也引发担忧声音 彭博社7日报道就担心 中国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特朗普针对微信的禁令 可能会损害iPhone手机在华销售 彭博社报道称 特朗普的行政令禁止所有涉及微信的交易 也就是说 这将禁止苹果通过其应用商店 向苹果手机用户提供微信下载服务 报道认为 微信是中国数字生活的核心 它是十亿多人用来购物 支付 浏览网页 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商务和个人通讯的首选应用 如果没有微信 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消费者 可能不愿购买iPhone 彭博社情报分析师阿南德·斯里尼瓦桑表示 中国市场约占iPhone销量的20% 因此将微信从苹果应用商店中移除 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特朗普发布的行政令 还可能促使中国采取报复行动 进一步打击苹果 斯里尼瓦桑表示 苹果公司的大部分生产都是在中国完成的 如果中国瞄准苹果的出口 这将影响到它的全球业务 彭博社称 中国还可能限制原材料的供应 比如稀土金属 这是生产iPhone的关键原料 彭博社报道最后表示 如果特朗普发布的行政令届时真的实施 而苹果又没有办法解决困境 有钱买iPhone的中国消费者 可能会转向中国本土高端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 这样一来 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试图排挤的这家公司 最终可能会因它的行政令受益 据海外网连日来 美国政府联合商业巨头 恐吓并抢买TikTok引发国际关注 即欧洲三大经济体 英法德表明不会封禁TikTok之后 美国另一盟友澳大利亚也表态称 没有证据表明应该封禁TikTok 据路透社报道 莫里森在当天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说道 显然我们会继续观察 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 封禁TikTok在澳大利亚运行是必要的一步 美国官员日前称 由于TikTok对个人数据的处理 他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安全风险 对此莫里森表示 在这一点上 没有证据可以向我们表明 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正在受到损害 或者是澳大利亚民众的利益正受到损害 特朗普三日表示 除非达成出售在美国业务的协议 否则TikTok将在9月15日之前 被强制关闭其在美国的业务 目前微软正在就收购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与之进行谈判 据环球网在澳大利亚此番表态之前 美国的传统盟友英法德 已就此时发声 表示不跟 英国和法国政府发言人此前表示 两国没有要在本国封禁TikTok的计划 此外 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也表示 德国还未发现该应用会带来安全风险的迹象 也没有禁用计划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还表示 约翰逊还没有和特朗普谈过这个问题 近日 美国科技巨头Facebook的日子不太好过 据新浪财经8月7日消息 印尼税务局宣布对包含Facebook在内的部分科技公司征收费用 据规定 外企在该国销售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年销售额 一旦超过6亿印尼顿 或每年产生超过1.2万个用户流量 就需要缴纳10%的增值税 据报告显示 得益于年轻人的人口结构及迅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数量 印尼已成为Facebook全球四大市场之一 用户比仅1.5亿 此外 截至去年8月 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点对点支付服务 在印尼已有超过1亿用户 除了被印尼加收费用外 该美国巨头还遭到了泰国的调查 据外媒8月3日消息 泰国以在软件上显示非法内容为由 对Facebook提起上述 宣布最高罚款20万泰铢 并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000铢 直至该美企更改为止 无独有偶 7月31日 澳大利亚也宣布 将对Facebook和谷歌的平台广告收入 与当地新闻媒体分享 这两家公司的广告分层 应与当地媒体协商一致通过 若协商无法达成 险者将面临多达1000万澳元的罚款 从整体增速来看 Facebook的营收增速 从去年的28%下滑到了目前的11% 同时 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打击 也使得Facebook恢复营收受阻 面临广告主开支缩险的风险 Facebook也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监管环境 欧盟反垄断组织 也对Facebook的监管愈发严格 这些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